你思前想后当前有一桩大事 什么 就是在走之前 可就要把 老朋友袁太的这个尸首 给成练起来 妇女两个人死得这么惨 家中只有林导这么一个徒弟 现在这徒弟 害尸身逃 背着人命案已经跑了 自己要去抓林导 不能就让地方老这么看着 这才把路费银 跟大元赏的海埔公文 都撂在家里头 自己二次又奔袁太家 到袁太家门口一瞧 已然搭起棚来了 难道说老兄长袁太家里 还有别人吗 门前插着雪柳 在门的旁边是贴着纸条 写着本宅有葬 树报不周 上台阶卖门槛 往院子里一走 有茶凤他就过来了 先生您 是来祭拜的吗 哦哦哦哦 是是是 您随我这乡来 里边原设着灵堂 再一看 尸首也不在就地摆的了 已然成练起来了 两口棺材是一男一女 现在尸首装在棺材里头 白材没上期 紫盖盖着 大概在旁边搓着 一看这层白事办的还挺讲究 解这个财 到这个整个名堂的布置 可以说是没少花钱呢 难道说我错想了 这一案不是林宝办的 有人盗取林宝的标 打死他的老师吗 正在狐疑之际 茶饱 他就把香拿过来了 这位先生 香给您点好了 您上香 自己在林前上香 嘴里边叨叨念念 叫了一声死去的 行打 我那苦命的侄女 现在是我人缘 已经当堂领下海埔公文 蒙太爷的恩典赏下 毒药标一支 我要为哥哥 为侄女你报仇血恨 捉拿小树生林宝 上湾香站起来找茶坊 这蓬白氏是何人操持 茶坊一说 跟您说 有的迷味 张成林 张先生出头 拿了几百两银子 把这个事情给揽下 连地都给买好了 长亭大哥说 有手谈的朋友 皆因为我这大哥 文武双全 最爱下棋 就在前街上 有一个多年的老友 叫做张成林 是个买买劲的申动 就是当初林宝 好像就是他给领来的 那么这个张成林 现在为朋友仗义书才 也是情有可原 我身上可背着严命呢 我自己讨得了 我要到时做不来林宝 脸上我多寒 本应当自己构奔张成林家 把自己这个事情 跟张成林说好了 奈何一节 素未谋面 现在在灵堂上 百感交集 心下难受 他可能没上张成林家去 为什么 知道张成林 第一跟原派 多年至交是好朋友 另外 这个人 算是老成稳重 就是原派 时常提起来 也是早大哥 交口称赞 要是这个人出头 给大哥了这白事 自己是十分的放心 这才 二字跪倒 又上了三炉香 哭了这么一半 说原派家可就回家了 吃完了晚饭 就是夫妻两个人 可就把堂上 自己讨令的这个事情 跟自己的夫人这么一说 夫人一听 你这才叫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难为你是朋友 金片金 可是此一去 不知何年何月 才能抓住林宝 这不是给自己 右术强敌吗 那么偏下家中 老的老 小的小 道教为妻为难 哎呀 神奇呀 皆因为你是那 明世里的夫人 我才能够 把这一件事情做成 没别的 这陆沸银 我也不要都留在家中 安家 你静等我回来就是 夫妻两个人一宿彻夜 长谈 四日清晨 收拾好行囊包裹 带上自己成名天下 趁守兵人 这链子双绝 自己可就顺家出来了 清风雨是人员 这一找这林宝 哪找去 其实林宝没离开此地 他不知道 他往远处找 那哪找得到 找来找去 找去找来 过了长江 过了黄河 来到北地 这一日也来到北直立 眼看离着北京不远了 别看人员是个侠客 但有一节 活得这么大 岁数没上北京来过 各位 北京是首都啊 到现如今 中国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说一辈子没来过北京的 大有人在 交通这么发达 没来过北京的还是多的 您身在北京 您不觉得 您假的 人大会堂 历史博物啊 圣国喜 这有什么 您拿我来说 小时候 我住的前门 这升国喜 我多都没看过 看过八倍多遍 因为我上学在 供电局 顺前门往西拐弯 我每天骑着自行车 我奔三十钟上学去 我得打前门 打前门广场这过 到这儿 看升旗赶上了 就得停下车 把车支好了 站在这儿 这叫什么行渡墓里 可是一般的学生 还跟赶不上 为什么 他们去学校去的晚 唯独我离家近 我拿着两把钥匙 一把是我们班的钥匙 一把是水房的钥匙 我早晨起来 我损是头一个到 到那儿去进来 我把这个讲台什么 都弄好了 昨天晚上 今天黑板没擦 我都给擦了 然后呢 我到水房把水房打开 我拿着暖壶打水 给班级打水 给老师办公室打水 都干完了 我拿着大小子扫院 他拿我让校长老师看 你是哪班的 我是神级神班的 哎呀 可这学生真好 还经常给学校灯光出去 得个奖啊 朗个送什么的 哎 每天我是准是 我们班头一个到学校 头我也准是 头一个走的 一般上午课完了 我就回家了 下午都是副课 也没什么 我就说下上去了 哎 只不要我上哪了 老师就因为我表现好 也不会认真管我 那会儿那个学校制度 可能也没有现在延 哎 骑了辆自营车哪都去 我就玩都老受表扬 老师说 你看往里播着你 啊 人看的贤书都是三国演义 都是水浒段红楼梦 上课看贤书 你们看着没 啊 先看七龙珠 乱马的二分之一 怪物小太郎 猫眼三姐妹 侠盗 韩雨凉 你说这 这出锅点探过来 啊 把这名都记住了 咱就说 反正 横子官老啊 鸟山老啊 这几位我还都是熟悉 哎 那么 这个上学 早打那过 您不觉得这个北京 您在这儿 但是在全国人民的心目当中啊 那北京是这一生当中 必要来一回的 哎 那么人员呢 在当年大清朝也如是一样 这是帝都 别看邓大能不能 没到北京来过 干脆啊 我到北京逛逛得了 自己 跟人打听的 到北京 到北京安顿好了 自己一个人闲溜 溜的来 溜的去 溜的到前门外 看一个冰浪摊 冰浪摊 肥的好些人 这里边 站着一个穿黄沙袍的 这个穿黄沙袍的 戏耍人家卖冰冷的 用这个手指的碾人家冰冷 一年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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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人员看着生气 人员心子话 你无非使得是应找力 即使你有这样的本领 你干嘛细耍一个卖冰冷的 而且你在人前卖 你既然细耍人家 我也细耍细耍你 我呢 人员走到这个穿黄沙袍身后 穿黄沙袍的 茫然不知 那么他呢 用手撵一个冰了 人员就在这黄沙袍上 撵一个窟窿 那是碾一个冰了 他就碾一个窟窿 可暗中同龄看着 可是非常的触目惊心 为什么 发现那个穿蓝袍的 比是穿黄袍的能位可高 皆因为穿黄袍的是应找力啊 他碾的是硬东西 穿蓝袍的站的是身后的呢 碾的可是软东西 那么同龄这才起的好奇之心 跟着这俩人 蓝袍的细耍 这个穿黄袍的 同龄细耍这个穿蓝袍的 暗含着有人细耍同龄 同龄观战在同龄的 蓝大褂后肩上 拴了一块砖 同龄都不知道 这么大的振八方紫辩 昆仑侠 同龄同海关 庸正建峡图的苏打 白给了 三系同龄 这是前文书都跟您说过 那么人员 他不知道穿黄沙袍的这个人 也是一位惊天动地 了不起的英雄 各位 要提起这穿黄袍的 可得好好说 为什么 皆因为大清朝 定顶中原建国以来 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谁呢 就是圣英圣子川 黄王新丰南七北六 一十三省总标头 行文天下 就凭圣英一杆标记 走遍全国 最有甚者 圣英竟然成立打管营 现在 广安门外还有这地名 保镖的尊称为打管 两个行义 一个保镖的 供奉达摩老祖 是达摩老祖之后裔 别看不是出家人 是在家的 但是 秉承的是达摩老祖 一派的武学 那么喊标堂的 都喊达摩二字 另外 这个达 就是道达的意思 你没去过那一份 保镖的都去过 四通八达 行走天下 赠着保镖的 叫达摩 那怎么叫达摩尼呢 就因为打台湾的时候 台湾上有很多 奇人意识武功高强 当时镇海猴施朗 那在台湾是杀法小勇 不奈何 这才让盛英带着霞剑客 城里达摩尼 剧都是标行里的英雄侠义 帮着康熙爷收复台湾 那么在北京 张一门外的居住 就是现在的广安门 为什么不能在城里头呢 头一个打过营里边 汗回两教的人居多 蒙满两族的人少 那么这个皇帝对他们还是不信任 你们这些人都是高人 而且武刀弄账的 这么多人都有武装 住在城里头不安全 对中央的皇权是一种威胁 这么着 让他们在张一门外的不许进城 到今天您看 国安门外的 这地名 这战名 还叫达文英 这就是他的由来 那么为什么 提你这传黄沙头的 要提圣三爷呢 就因为圣三爷有一班师兄弟 有那么一班徒弟子职 其中里边有一个最著名的人物 是大清国四大名偷当中 他排行第四 叫做小方硕欧阳德 大清国四大名偷 头一位叫千里追风同化龙 这个千里追风前同化龙啊 那已经到了绝顶了 您要听三道九龙碑 没这位可不尝识 二一个就是赛北的达子 好上飞 他叫赛毛随杨湘 三一个就是神头王不艳 四一个就是小方硕欧阳德 那么欧阳德的父亲就是二贼魔欧阳天佑 他的大爷更了不得就是大贼魔欧阳天佗 这个穿黄沙袍的就是小方硕瞒着欧阳德的儿子 叫神龙守欧阳君 这个欧阳君 这个武术可了不得 为什么 他是他的师爷 金字传的 谁呢 他爸爸欧阳德呀 会横亮 寒暑不亲 为什么欧阳德 吴东立下 穿皮奥呢 这些板穿着毛从外 走到哪武汉包 实际的有功夫 寒暑不亲 这功夫谁教的 是他师大爷教的 他有了孩子欧阳君之后 他就把欧阳君抱着师大爷这儿 跟师大爷说 他师大爷 我呀要教我这儿子 我下不去那狠手 这个师传徒父不传子 为什么呢 就因为自己的孩子呀 一般都不忍心 这孩子一杂娇呢 家大爷德都不练不练歇会儿吧 不能够很严厉的督促着 我呢 把他交给您 您替我教他能耐 这欧阳德的师大爷 这老爷子一听 我什么岁数了 我都一百挂铃了 你说不给我添池了 那不行 您非教不行 就这样 把徒孙子搁的 自己师大爷 搁的他这师爷这儿 是师爷卖过他 你直接教的欧阳君 那么他这师大爷是谁呢 就是战三山 下午月 赶浪无私鬼剑头 大头鬼王老剑 他叫夏侯商园 欧阳君是跟夏侯商园小的 这个就能耐靠大了 消费了英导力 消费了高来高去 尤其老爷子 交给他的链子卡 敢说天下的决计 大卡不赢人 全在这小塔上 这叫子母鸳鸯链的塔 这对塔 武动起来 千军万马之中 行走如入无人之境 但是老爷子岁儿太大 对这个孙子呢 又特别喜欢 隔背人更溺爱 所以 欧阳君这能耐 也就勉强强 够个侠客身份 到不了剑客呢 只等到把师爷送走了 老爷子叫无稽而终 那么 现在 欧阳君在家里边 给自己的师爷 这些师爷们 啊 守校 勘坟 这个人最规矩 但是天生的跟他爸爸一样 好灰心 也因为浙江绍兴土 出了一位黄三太 那么大半三峡 建上的人 原籍都是浙江绍兴土 等于他一个坟少爷呢 看大伙的坟 他就住在浙江绍兴土 惠基县 那他人员也在惠基县住 怎么不站的呢 清风雨是人员呀 住在惠基县县北 住这村 他呢 住在惠基县县南六十里地呢 所以这二位啊 别看彼此文明 还真没见过 欧阳君也知道 有个人员 一队练的绝 打得好 人员也知道 夏侯老建的清传与徒孙 小方硕老前辈 欧阳德的祖子 欧阳君人称神龙肘 会应找利会练的啥 但是 久想去拜访啊 老没得这机会 可是他跟袁太好呢 袁太也不认得 这欧阳君 今天呢 他不认得这穿黄袍的 穿黄袍的也不认得他 两个人是误会 那么欧阳君 怎么跑到北京来呢 欧阳君呢 抓领导来了 那就说 怎么这里还有欧阳君的事呢 哎 一张嘴难说两家的话 花开两朵得各表一支 您听剑侠图啊 您也得猛太奇的听 这书呢 剑侠图 剑侠图 要把这些个剑侠 最后凑的组图 康熙老佛爷 要容不预览的时候 雍正皇爷 最后 曾大宝 要毁这图 要按着这图 按图所记 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时候 那才算剑侠图的宗旨呢 眼前得挨个儿给您说 三百六十五入名侠 十二大剑侠 我多得给您说全漏 就得一个一个的给您说 您别着急 这里头有人缘没有 有 有欧阳君没有 也有 欧阳君这一日练完了武术 正在自己的书房奔作 有佳人来柄 说表老爷来了 自己的表哥 开个门一看 不是别人 正是表兄 张成林 反正欧阳君呢 是张成林的亲表弟 这张成林跟袁太老提自己这表弟 袁太呢 上了岁上呢 竟教这孩子 把这一片心血都扑在这林宝身上 就没工夫 再会欧阳君这些朋友 而且自己呢 有工夫喜欢下棋 除了交领导 别的朋友 到百年很少见了 一直说也没见着 现在没想到 老头死了 老头这一死啊 张成林是花钱解心层 最难受的就是张成林 为什么 十几年前这林宝 是我给领来的 他大个林生 跟着母亲都是忠厚老实的人 可是得罢病死了 这孩子俨然就成孤儿 我是又为了老头 又为了他 这才把他领到大哥家里 哪知道十一年过去 我听人家说 他是吃喝嫖赌 无恶不住 现在竟然害死他的恩师 逼死他的师妹 张成林自己是没有武术 张成林要会练武 恨不得当时就把林宝 抓到自己的面前 是寝儿之皮 尸儿之路 尹儿之血 方消心头之恨 恨疯了林宝了 那么花钱解心层 也打听出来了 说有一位 袁太 袁大哥的忘年交 比自己两人岁数小 今年该四十多岁的年纪 叫做清风雨时人员 当堂领下海虎公文 太爷自己操腰袍 赏了五十两路费银 拿着毒药 不要抓领导去了 张成林一听 这不像话呀 我给袁太惹的货 怎么能让人家人一丸 出头露面 所以把这棚白氏给料理完了 着急麻荒的 他就找自己这表弟来了 他知道 自己这表弟 别看曾大能耐 一辈子没出过事 也知道 表弟的家里头 净是勾人 表弟的父辈 祖辈 都是大清朝定国以来有名的侠贱客 那么自己呢 不上武 不喜欢的 结交元太也是下棋的棋友 跟自己的表弟呢 平常也疏于来往 为什么 这个人天生的好灰气 好斗 说现代话 没令 但是很孝顺 很规矩 就在家呀 给这些叔叔大爷们 给自己的父母 给师爷们 守孝勘 那么现在可就用上自己的表弟了 自己这才来找自己的表弟 欧阳君 打开门 一看欧阳君 一看表哥 年代苍苍 风尘仆腐 脸上颜色更变 形色仓荒 叫了一声表哥 您 这是怎么了 哎呀 兄弟呀 出了人命了 说的话 眼泪就下来了 您这是怎么了 我跟你提 我有个棋友 是位英雄 县城里边住 叫做元太 你知道吗 啊 知道 那也是我们标堂里头 老一帆的英雄吗 招啊 死了 啊 欧阳君一听 怎么 怎么死的呀 哎 被人所害一毒药标打在耿嗓咽喉喉 欧阳君一听 一是英明毁于一旦 甭问是仇杀 你这个 这么大能呐 让谁拿毒药标给打死 就是当初我领期那小孩 叫林宝 林宝不败的为师 咱们学能的 咱们把老师打死了 这也不新鲜呢 你忘了你给我讲三峡剑的故事 竟是拿标 标自己人的 我为什么给您说剑侠都不说三峡剑 三峡剑老少三辈儿竟拿标标自己人 圣鹰标打 秦天报 圣鹰标打铁翡笼 黄山代也是 那么到了恶府村 黄山大标商二友 你咋咋磨 竟拿标 标自己人 这书说良心话 也好啊 就是老前辈 把这书研究的确实 资思入寇啊 哎 缓缓相紧 那么我要跟您说呢 也行 但是我不作性 这一 就是仨这人性 你说你要树立 他的英雄人物正面 你就得往好处说 可这行方那事来呢 确实不老地道 就拿我跟您说 随唐演义 说罗程似的 您要说随唐演义呢 得歌颂罗程 罗程是个尊品人物 但我打个说 我就跟您说 打罗裔到罗程到罗通 这爷们三辈儿办的事 都不老露脸呢 这人不恶 就是独 太独 你说的是坏人 谈不到 他太独 所以行动那事来 一狠心都往往出人一表 他行那个事情 手段太狠了 那现在咱跟您说 见雅童 要跟您说这个欧阳君也是 别看跟夏侯商 原恋的能耐 能耐是不小 不懂得江湖上的事 一听表哥说 原太让徒弟给飙死了 因为什么您知道 嗨 这个小畜生 林表在外国胡来 那么他的老师 管得略紧些 现在是恩奖仇报 哦 与您什么相干 还与我什么相干呢 当初这人是我领去的 现在长这么大 等于间接的 这个老头是死于我手啊 叫我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了 表弟 现在有一位义士 也是会计线承宝的 他叫做清风与世人员 单堂自领 批票 让人家 蔡爷把这只毒药标给他 人家已经走了好几天了 去抓这领导去了 咱们走得后头 表哥我是没这份能没 我只能拜托表弟你 你有本领 你经常跟我说 你那武术都通了悬了 尤其你那大小茶 你给我练过 蹲起来 这出去这回来 这出去这回来 那么憨的木头装子 你刷一刷下去 批为两半 你们家的批的都是你 您琢磨欧阳俊这能力 都批了批去了 现在 表哥我求你 你 明察暗访 凭你的本领 一定要在人员头了 做到小畜生林宝 罪不济 你得帮着这人员 除掉林宝 给我的大哥报仇怪 想到这儿又想起姑娘来了 哎 我倒苦命的侄女啊 张成林岁数也不小了 老头子一抹眼泪 欧阳俊 可有点动心了 哎 别喝 不要哭 不要哭 哎呀 要凭我的本领 去捉林宝 倒是绰绰有余 那么 这个事情 我也上衙门里头领批票去 你就别去了 你赶紧收拾收拾去吧 我收拾上哪啊 我知这林导长什么模样 这人员跟袁太是朋友 他望连交 老一会儿窜门 这林导多的岁数 什么模样 怎么个脾气秉性 他大概就知道 我全然都不懂了 我没见过呀 这么办吧 表哥 答应你 是答应你 你呢 得给我拿钱 亲表情劲 替我办点事 还要劳我 拿钱做 我得安家 这一抓林宝 我知我什么时候 能逮着这孩子 我这年月 您也知道 我是坟少爷 我替我的师长们 在家守校看坟 这多少年了 诶 时长